钟丽提于2015年与比自己小了12岁的张伦寿公告恋情,并在一年后举办婚礼。 如今张伦寿已获得女儿认可,三个女儿都改姓张,张伦寿的瞬间就多了三个女儿,其中小女儿考拉的名字叫张凯琳。 钟丽提十月份曾在微博上透露近七岁半的小女儿凯拉将首次拍摄电影《精灵格格》。 对女儿爱护有加的钟丽提,经过深思熟虑,问及女儿是否真的喜欢拍电影,而女儿的回答很坚定,表示想扮演这个角色,钟丽提也只好尊重女儿的选择。 凯拉在电影中是扮演格格,钟丽提透过香港媒体表示,女儿很喜欢,学习很快,她拍摄时我因为有其他工作不能陪她,她很喜欢吊威亚。 对于女儿未来会不会进演艺圈,钟丽提强调,暂时不会再接,就这一次,以后长大了点再决定。 另一方面,七岁女儿考拉为了拍戏,要停学三个月。 而异性小女儿以学业为重的钟丽提,不小女儿在这个接受教育的阶段,功课因而受影响,所以请了私人老师。 Crazy提说,我也担心她的学业,不上学跟不上功课,所以请了私人老师,一有时间就教她读书,保持学业。 11月11日,杨幂参加了经济人及合伙人赵若瑶的婚礼,便晒出了两个合影帐。 照片中的杨幂,身穿一件浅黄色的某衣外套,整理造型简单大方。 旁边的新娘赵若瑶,身穿百色婚纱礼服,大秀性感视野线,两人面对镜头脸贴脸的合影,亲密无比。 杨幂嘟着嘴巴亲吻好姐妹赵若瑶,画面特别有爱。 不过有网友就提出质疑表示,杨幂的脸皮的太过分了,仔细一看,下巴的确特别的尖。 对比杨幂之前晒出过与经纪人赵若瑶的合影,除了稍显清测,脸部似乎变化并不大。 2014年3月,杨幂与两位经纪人赵若瑶,增加,共同出资300万人民币,成立了海宁嘉行天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物理现场除了明星杨幂,还有嘉行工作室的旗下仪众艺人,熟悉的面孔有张BB,黄莫莹,高伟光等人。 杨幂海发文祝福表示,结婚快乐,今天你最美,我也美。 工作室转发称,十几年是亲密五千的好友,更是统甘共苦的佳人,祝瑶瑶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经纪人瑶瑶的结婚照同样是特别的美,底下的粉丝留言称,祝大瑶新婚快乐,今天你最美。 感谢这么多年来对狐狸的帮助和陪伴,幸福永远。